變成這一陣子大家開始瘋狂在網路上 或是說在各個 特別是在Maker這個領域裡面被提出來以後 我一直在想說到底為什麼對於很多創作者來講 3D printer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或是說變成好像被宣傳成一個第三次工業的密碼 或者是到底3D printer真的有像 那網路上或者是不小心被一些不懂3D printer的人 或者說沒有實際操作過3D printer的人所設想的那樣子 是一個工業革命或是說工具機的救星這樣一件事情 其實對我個人來講3D printer被視為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是有點奇怪的 因為它其實是所謂工具機數位化的 最後一步我自己覺得 怎麼說呢 如果說我們把20世紀的藝術史的一條很主要的主線拉出來 我們就可以理解這個現象 20世紀的藝術史在某一個很大的大幅度的意義上 它其實在回應 在20世紀初期所提出來的現成物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 當代藝術其實因為面對到工業革命這樣一件事情 然後大家身邊有非常非常多的物件 不像說在工業革命之前的那個時代大家身邊的物件都很少 那所以看到任何的東西它都有象徵性的意義 就像說看到豬就想說豬要有神 豬八戒或是說有神 就是每一個東西都好像有它的神性或是說有精神性 那在工業革命之後呢 因為東西太多了 所以你來不及 或者說社會上的人已經來不及 為每一個東西設想它都有一個神 就像說你很難想像鉛筆有一個神 然後手機有一個神啊 或者是杯子有一個神之類的 這種範年論的信仰就馬上就不見了 好 那當身邊東西很多的時候 我們總是要學著組織符號秩序 或者說我們要怎麼樣想像這些東西 它其實是在我們的周圍 然後形成一個有秩序的世界 所以其實20世紀的藝術很主要的 它在面對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去為我們周圍的這些物件 設想它們的符號意義或是象徵意義 這也就是當錄像提出說 其實我們要去面對我們周圍的這些事情 或是物件的時候 它提出了現成物這個概念 然後這個概念就變成我們不得不跨越的障礙 因為到底藝術 或是說我們所使用的物件或物件之於我們 到底有什麼不同於它被生產出來的時候的意義 價值或是狀況 這個就是20世紀在藝術史或是說藝術理論 甚至在創作者身上面對到的一個極大的問題 所以大家想盡了各種方法 不管是在馬場上簽名或者是像阿柴一樣 把它把本來應該是堅硬的東西把它弄倒 它都是去挑釁原本我們以為 習慣上以為就是這樣的世界資訊 它其實就是在面對某一種現成物 我們周圍習慣的這些現成物所使 為我們帶來的這種社會資訊 藝術就在於發現新的意義 新的符號意義 或是新的價值這件事情上面 可是在現成物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發現說最後還是有一個物在那裡 也就是物是最終的那個基礎 最終無法跨越的障礙 但是在3D printer普及 或者說在3D printer變成是創作者 創作的工具之後 我們發現物這件事情其實被打散了 因為物的堆疊 物的形成其實是依賴 是被一顆一顆原子式的 或是一顆一顆分子式的堆疊起來 這樣子的一種堆疊方式呢 其實是一種數位性的 資訊性的堆疊方式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不再是以物自身 物自體 以物的整體這件事情 去想像一個物 所有的物其實都是資訊的堆疊 所以剛剛 剛剛柏廷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他使用了一個 對對對 碎形 他使用了 就是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碎形 碎形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說 其實你每一個分子在堆疊的時候 它都是依賴某一種特定的成長原則 在不同的層級上 在做類似的堆疊 它每一個發展的不一定是要全然一致的 但是它的發展規則是相似的 就很像說 我們 大部分的史學家 或一般人在想像歷史的時候 都會 不管是在哪一個社會 或是哪一個國家 都會想像說 它最開始的是一個發展初期 然後 黃金期 然後下降期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想過說 為什麼我們都會這樣子想 不管是哪個社會 我們都會是這樣子覺得 發展初期 黃金期 然後下降 我們都以類似的方式 再去思考 不同的社會 不同的組成方式 不同的歷史發展 其實也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思考物件的方式 之前的那種思考 其實是非常幾何式的 空間成為 空間或是幾何 成為我們 最終思考物件的 最終的基礎 所以我們會說 這是正方形式 完美就是一個圓 然後正方形就是 就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 是一個方正的人 為什麼我們會用方正呢 為什麼用方正來形容正直呢 因為我們以幾何這種 無法再被分解的型態 來去思考這個世界 可是當我們的世界 被資訊化以後 就像博庭的作品裡面 那個世界 它其實是非幾何學式的 它是一個被演算法 運算出來的平滑過度 但是無法被幾何學 完整切割的那個世界 世界平面 其實就是在這樣的意義上 其實3D printer 或者說3D printer 最後面 後面所立基的 它的思想的基礎 或是思維的基礎呢 其實完全不是幾何學式的 或是完全不是一個 一個 呃 面向未來 但是是井然而有序的 這種 直接可以跨越的未來 是一個數學式的未來 也就是說 當我們開始去想說 嗯 世界的堆疊 物品的堆疊 可以是怎麼樣的時候 設計師開始問說 我們的空間 特別是 其實這個主要的革命 會發生在空間 或是建築 或是模型的 呃 圓形物的製造上面 到底 什麼樣的空間 是一個被人們的感知 認為可以平滑過度 而不用 呃 而不會馬上遇到革命 或是馬上遇到鍛鍊 馬上遇到邊緣的 這樣子的一個 空間的思維方式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 呃 比較有名的設計師 他們所設計出來的 大型的建築是 有一點扭曲 有一點倒塌 平滑 表皮 緩慢過度 呃 在空間的連 空間上面 他不強調 現代主義式的 呃 各種幾何圖形 他強調 如何緩慢的 呃 旋轉 扭曲 過度 然後平滑的 進到下一個 甚至沒有層次喔 進到下一個 迴旋 所以 在空間層面上 在 呃 在思考層面 在世界層面上 他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世界 所以 我們可以說 呃 如果說阿財的作品 他其實更接近 機械性 機械性式的世界 對於機械性式的世界 呃 比較穩定式的那種世界秩序的挑戰 挑釁 或者說揭露這個世界 以不同的部件的方式 揭露這個世界 其實是組裝式的這個邏輯的話 那 柏迪可能 他在他的世界的構築上 更接近一個 緩慢的 也不一定緩慢 就是 平滑過 我們怎麼樣 在 無縫接軌的狀況下 在 不以革命性的 呃 呃 步伐去推翻整個結構 或是幾何圖形的這個狀況下 我們去跨越到下一步 去運算 怎麼樣可以 讓資源進來的同時 又打破 即有結構 讓他以 碎形的方式 自我 自我相識性的方式 慢慢的改變每一個步驟 的 區 的下一步 所以 呃 講的 其實我知道我剛剛講了很多抽象的 好像還蠻抽象的概念 其實我是要站在一個藝術工作者的角度去談一件事情就是 呃 對於藝術理論 藝術史 或是藝品來講 我們以前都把現成物或是藝術作品 看成是 無法被 再度分解的 我們一定要從 呃 藝術作品出發 可是 當阿財講說 呃 其實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在最後的表現 對於觀眾來講 不管是 用什麼東西做 其實觀眾已經分辨不出來 但是對我個人來講 它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心理歷程的時候 我們發現 藝術作品這件事情 它已經 不再只是 藝術家的天才 或者說藝術家的思維方式 如果沒有被打開的話 我們已經不太知道說 對於觀眾的意義 到底可以怎麼樣被區分 我們已經開始必須要去打開 呃 藝術家怎麼樣製造 他怎麼樣思考 不同的材質 在不同的階段 製造階段當中 對於他的影響 或是不同的製造方式 不同的生產方式 不同的操作方式 對於藝術家的影響 這是在藝術家這個層面上 在觀眾這製面上 其實我們 可以發現說 另外一種 呃 藝術創作的型態 已經 已經出現 可是 雖然沒有很大 大幅度的被藝術圈所接待 也就是說 表演性的 這種所謂的 表演性的 藝術創作 就像說 DJ 當 DJ 他們成文 他們 他們在嘗試的是 如何 及時的 與現場觀眾 互動的時候 他們在嘗試 創造什麼 如果我們把他們 視為藝術家的話 在Live 這個關鍵概念 或是在Live這件事情下面 他們在探測的是 每一個時間點 到底 我能觸動的是 哪一種 特殊的感知模式 這種感知模式 你沒有辦法在它 整場結束後 觀眾告訴你說 好爽 然後來獲得它的 每一個時間點上它的測試 所以 它其實就是 在每一個時間點上 去嘗試的 以各種方式 去掌握 抓住 或是說 以各種 奇跡引巧 我們可以這樣說 特殊的技巧 去在那個時間點 嘗試到底要怎麼樣去抓住 觀眾特殊的嗨感 然後掌握那個張力 所以 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沒有辦法從 事件的 作品的最後完成 再來回推 過程 所以 我們開始必須要去 把 創作 想成是一種 運算的過程 把思考 想成是不同的步驟 開始要去拆解 他們創作當中 藝術家創作當中 或者說 在 VJ或者是DJ 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他們每一個不同的 轉化 所以 技巧 到底創造了 觀眾什麼樣的張力 對一品來講 呃 其實這個是 這個時代的一品 可能 必須要開發的任務 那 這跟3D printer的關係 不是這麼直接 但是 我覺得 它背後的思考方式 其實是非常貼近的 就是說 我們必須開始 以 資訊的組成物 這件事情 來想像 創作 來想像作品 來想像 藝術 會不會這麼改變 而不再是 只是最後的物 也不是以物件 不是以 藝術家 物件等於藝術家的天才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藝術家到底在想什麼 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處理一品 那 我已經講了很多 那 如果 我想我們可以 等一下可以繼續討論 當然 我希望可以 再下降到 地面上來 不過 這可能要請大家來幫忙 就是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再繼續 謝謝 不知道現場 不知道有沒有 誰想要分享一下 有沒有想分享 有沒有想分享 等一下 就要分享 可是有個問題 就是 剛剛 看到兩萬藝術家的 草圓 或是設計 某天 某天 是一個 像是一個 神經的東西 然後 阿財其實 他重視的是一個 一個 一個實際的草包 很手繪 那 你是電腦的 裡面的繪圖 那 我覺得3G電影 那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 軟體的部分 就是說除了那個材質之外 它軟體部分很重要 那 不知道你覺得 就是說 在草圖上的這個 這個不同 會對創作的什麼影響 不是說 是一種革命嗎 這種轉變 就是說 大家是什麼 很想法 這樣子 我覺得 我把範圍縮小 我還是講 就是 講雕塑這件事情 一般我們認知的雕塑 就是 我覺得 他 給我帶來 就是我剛剛有講 就是 寬宇也講到 就是那個 我們 如果以3G電影 3G電影的那個技術 它其實算是一個末端 生產端 那就是 接近成品的 在成品之前的那個東西 可是在3G電影 進到3G電影 還必須要 來源 Source 那這個Source 到底要如何進去 那其實 像 波挺跟我 可能我們 因為 還有每個人的方式 像我 可能會覺得 如果我已經習慣了 比較 就是 手繪的 或者是 比較 等等樣的方式的時候 其實要轉換到那個 軟體 或是3D 3D軟體的應用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 我 我會 有 我必須 如果真的要使用它 我就必須去調整 我自己的 思考的狀態 然後 因為 以前的做法 甚至是我在直接接觸材料的時候 其實 在製作的過程 其實 那個東西是 不斷的在製作過的 然後調整 而不是 完全被設定說 它完成就是那個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在製作 並不是說 因為 我覺得跟3G Greener 比較來說 同樣一個作品 3G Greener的時間可能 很短 但是我實際 如果同樣一個 一個造型物 我用手工做 我可能花的時間是要好幾倍 然後 然後3G Greener 它必須 你給它一個很明確的 Source 就是 它要做什麼 那個是已經 在軟體裡面完成 就是 輸入進去就是完成 其實在過程中 你已經沒有 沒有什麼機會修改 你只等待它的結果 可是在我這個製作過程中 其實 但是過程中 雖然我已經有一個 成品的想像 但是 過程中其實我還是 在不斷的修正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過程 Trile必須去調整這件事情 當然沒有絕對的好或壞 只是 我會覺得 如果 以我自己來說 我會選擇 我會看我的需求是什麼 如果今天我實在有一個非常精確 或是說 剛剛講到一些 手做不到的東西 就是它已經超越了我的手的極限的時候 我會選擇使用這個 這個 這個技術來完成我現在我想要的東西 但是 某些東西也許它就不適合這樣的技術 它就必須 就我剛剛講的 其實很多東西是在過程去不斷調整修正 去然後去到達最後一個結果 而且那個結果可能也不是你 一開始說想想的那個結果 對 那 這大概是我覺得 我如果 我在面對這個技術的時候 我覺得 我可以有所選擇 它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但是它並不適用於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 剛剛學長講的還蠻好的 就是 我的作品其實 光大概有16片這樣子 然後其實在print的過程中 大概 花了15天左右才print完 薄薄的16片 然後 因為它過程其實是非常緩慢 然後中間 就是等的時候其實蠻焦躁的這樣子 對 然後 呃 其實我覺得這可以 我覺得它應該 足夠可以延伸出一個 新的 範疇 就是 數位雕塑 這樣子的東西 對 尤其是 呃 對我來說就是會直接選 呃 用3D printing這樣子的過程 呃 真的是因為 那個非常媒體 非常數位 的 那個 那樣資訊的對疊的 呃 演算法 水型函數 它不太 它不可能用手做得出來 所以才需要 呃 將 用3D printer 將 這樣子的媒體 直接不透過手的 直接再現 這樣子 用數位的方式 盛產數位的東西 對 然後這個 裡面的print 其實就是一個內容 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這個樣子 那 呃 其實 呃 我覺得剛剛學長講的就是 很好就是 那個 手跟作品之間的 感覺 呃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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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累積到最後完成 就是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也是 也是這樣子做 然後 呃 現在 呃 然後我們談一下 Source 就是 進入 應過的這個地方 其實有很多 呃 像我們最近也在研發 很多 City Scan 掃描的方式 如果 呃 先把 呃 呃 點算法或者是 碎型函數這個地方先擺一邊 那我們要做一個有機 或者是 模擬現在 生活中的物件的話 其實有非常多方式 可以 完成 然後再修正 那 在我跟 電腦之間 就是我在做修正這個過程 可能就是 之前 的那個 到作品完成 呃 的 的一個 時間 只是它需要空拍的 它需要 錄定這樣子 對 那其實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 處理 呃 我覺得包含 感情的 部分 也是 呃 以互動來說 就是 呃 因為之前 也做了一些 機械的互動裝置 這樣子 那 關於 程式 關於 機械引動的 反應的速度 快慢 這些東西 在你一次一次修正 Data 的過程中 就是那個 你在跟它對話的過程 然後 雖然它 它不是一種連續 就像大家不會講 它不是一種 它不是一種 它 應該不能說集合 就是它 它其實是一種 非線性剪集的概念 就是 我可以東條西條 然後做很多種 拼湊的方式 然後在一個短時間內 實驗出來 然後 很精準的 讓人家幫我完成 它的實體化 對 然後我覺得這過程是 呃 我現在蠻喜歡的 就是它 它還蠻 精確的 如果我測試成功的話 可以 對不起 我當一下寬裕的主導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一直想 一直想要請教你 喂 呃 就是 如果說 我們剛剛 呃 我已經一直提到雕塑 雕塑 雕塑 雕塑石 其實 呃 雕塑石 在某一個程度上 一直是在處理 呃 空間效果的問題 在某一個程度上 那 呃 我的好奇是說 那 如果說我們從空間效果來看 這件事情來看 3D printer 所能製造的效果 呃 呃 像是不管是數學啊 演算法 這樣子的一些效果 呃 那從 你們所學的這個雕塑石的 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它可能會開創出 或是說它可能會引導出什麼樣性的議題 像 呃 如果 像可以 它就是處理旋轉 或者是說 Handwall它主要處理動 那 你們會不會覺得說 到底3D printer 或是類似的演算法 或是這樣子的思維模式 它會在雕塑石上 開出什麼樣特殊的 新的空間效果 或是說有一個新 有什麼樣的新的空間效果 你們覺得 可能已經 透過這種已經 可以被實體化 可以被 空間化的 呃 還不確定能不能實行 因為它需要一些經費 因為它需要一些經費 那是跟3D printer 跟 呃 3D scan有關係的 呃 我們去紀錄 所選 呃 我們選擇一個空間 它可能是一個開放性 或是一個家庭的一個空間 呃 之前英國有個醫術家 一個雕塑家 它在處於副空間的事情 呃 它把一棟廢墟 一個 一棟建築 灌滿水泥 然後再把外牆打掉 然後讓水泥 就是水泥是填滿原本空的那個空間 把外牆打掉 然後水泥就是會再現 它呈現的是那個空間裡的副空間 對 那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做延伸 因為其實副空間一直在建築或是空間裡面是非常有趣 就是我們可以活動的空間 我們 那個計畫是透過 對這個空間的觀察 用3D掃描的方式 可能是Kinead 一堆Kinead 或者是 任何方式 呃 去紀錄每一個實踐人的流動 然後 紀錄完之後 就每一個位置 每一個秒數 人如果流動的話 都是一個副空間的存在 對 呃 所以人如果走動過去 那就會在這空間裡挖出一道軌跡 對 那這也 然後就紀錄每個時間 再把大家的時間 品湊起來 這個有點像 像是 3D的 Stop Motion 對 然後 呃 這樣可以 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 呃 我們那時候討論稱這個為 絕對副空間 就是 我們人走路的時候 不可能碰到牆壁 就是肩膀不可能碰到牆壁 所以我們在牆壁之間 其實是有一個 一格合的 在不同的空間裡面 人跟牆壁的距離 是會 不一樣的 就是可能很 大大庭那種 可能離牆壁很遠 很在的房間裡面 像在 我們自己的房間 可能睡覺的時候就會碰到牆壁 然後就是這個空間裡面 所運用的 可能這個月 或這個星期 它的 副空間 它是有一種 消長的 對 所以人數 人潮跟 空間 跟環境 都有關係 對 然後另外一個其實是 在做 電梯 電梯 就是 從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奇怪的空間 很多不熟的人 擠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面 那我們也是用這種 附空間的方式 在 呃 觀察 就是 可能在商辦大樓 或者是在住家 那個關係的緊密程度 它們有沒有互動 都有 呃 因為掃描完之後 進入處理 它會形成一個3D模型 就是 補充出來可能 每一個 呃 電梯 的重量都不一樣 那重量可能會 間接地緩引到 冷的關係 一種 冷熱 一種溫度 對 就是 我們 試著在運用這樣 進行做 這樣子的 概念 對 嗯 呃 我們幾個點 有一個點 可能讓國廷也講了 一些整個日文 因為 可能我們一般在看 一個雕塑物件 大部分的時候 有很多的機會 其實大部分都是看它的表層 但是其實 當然 也有部分 有一些作品 它是適合內部的 但是這個技術 其實它有很重要 就是它可以處理 內部的 部分 那我覺得這可能會 編成出一個 是一個類型 這是 這是關於 這個技術本身的特色 那另外一個就是 再來就是 極限 就是說我們講 手工的極限 那 我們再怎麼樣 適到某程度 其實 一定還是會有一個極限 但是機器 其實它是可以 不斷地去 去可以做一些 我們手工做不到的事 那我會覺得 可能會出現一些 非常偏執的一些 如果以手工來講 但是就機器來講 其實是非常細微 可以超越以前我們 會出現以前 看不到的東西嗎 我覺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想要問 你的球才 阿財老師 你剛才有提到 你剛剛有提到 總管講說 可是比較不是 跟3D printer 反正是工具 就是你在創作之後 過程中 你會去做一台 自己也機器出來 我就 當你在講到這個時候 我已經看到 我以為 你會直接去買一台 現成的 來直接做 就不會去做這些機器 那 當你在分享這段時候 讓我想到一點 像過去 古早一些 我去看一些文件資料 一些畫家 他們會自己 自己做飲料 自己做工具 可是讓這個場景 拉到你剛才在分享 那個狀態下 我覺得有點 有點不可思議 我覺得 怎麼 怎麼會 會有藝術家 回去 回去去做工具 然後來 自己來生產自己的 作品 這件事 這個 這個邏輯 我覺得有點 有點困惑 所以我還蠻想 請教你 你怎麼 怎樣的 怎樣的 怎樣的想法 怎樣的去用 去做工具 然後去產生你的作品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 剛才你有提到說 當你有一個想法 或設計在做的時候 一個作品的 概念在呈現的時候 不見得說 你畫出來 最後的呈現 就會有那樣子 你會不斷的 跟你的工具 跟你的 跟你的 材質去做拉扯 那我想要 請教你這兩個 如何去 去處理 那你如何這個想法 製作工具 這個想法 如何去 流行出來 那還有一個 對不起 還有第三個問題 就是 你是有自己 有專業背景去處理 CNC 馬達 還有機械結構 以及 一些 專業背景 也是什麼去處理的 怎麼去 去有這個專業背景去處理這件事 所以 想要講 對 我想要工具這部分 其實 大概 很大一部分 是 我自己 因為我剛剛提到很重要一點 我一直要 很強調心理 心理 這個 心理層面的東西 我可以有很多方式 我這樣可以去買 可是我覺得 手作 自己做這件事 對我來說還蠻重要 當然我喜歡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我在製作方面 我喜歡這個東西 但是 然後再來就是 我自己製造工具 它可以比較符合 我自己想要的 某種結果 或是彈性 跟我去買一個現代工具 可能不太一樣 當然 另外一個考量很現實 就是 也許是經濟上的考量 就是 可能會比較便宜 不知怎麼樣 對 但是 其實 我喜歡製造工具 這部分 可能是因為剛剛那個機器 比較大 所以 感覺比較強 其實真的 還是會有很多人家 會去做這樣的事 就是當 現代工具 找回到 你當然會製造一些工具 或者是 另外一個幾乎 幾乎都是我 類似的狀態 就是 他自己心理上 他覺得 我自己做工具 我自己用比較開心 這樣子 對 然後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就是那個過程中 不斷修正 其實 這個 呃 其實我常常說 有時候 常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 呃 譬如說 這個東西 其實它 我雖然有一個 有一個大概的概念 這個玩東西 完成會怎麼樣 但是 但是它的製作方式 就是 它 還有它 它這個過程其實 可能會有很多選項 可是我常常 我自己常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是 常常最後是因為 時間到 我必須去做決定 才 然後 因為太多選項 你會覺得這樣也好 這樣也好 就是 就是有點想 就是 就是 最後是 呃 我 當然 如果時間虛空 我 我希望每一條度 因為其實你在設計 做一個東西 其實它會產生很多分支 比如說 因爲這個方向 你可以再做出新的東西 然後 這個方向可以做出新的東西 但是 我往往到最後是 因為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是 我就最後必須選 直接 單純選擇模樣 去通往 那個 原本生命的結果 但是 其實這個過程 其實並不是那麼單一的 就是 就是 其實在 呃 就是在過程前 你還是會出現很多的分支 它可能會通往另外一個結果 對 然後 然後 第三個問題是 製作工具的知識 哦 欸 其實 我覺得 那個網路真的很厲害 就是 其實那個CNC 其實很多人在DIY 對 其實網路上有找得到 那 那 我其實是找了很多資料 然後 就是 綜合我想要的 規格 去 去完成它 那我會覺得 因爲很多人 都會自己做 我會覺得 應該也沒那麼難 對 然後就 就做卡 然後 我 對 其實 我會覺得 因爲 我會覺得 第一個做的人 其實 他也是沒有很教他 我覺得 我都是那個大 大人的概念 就是說 其實我決定要做 我就是要 就是要做出來 不管怎樣 這個我覺得 這個朋友集的一個 我覺得非常 非常棒的問題 就是 呃 其實 你剛剛問的是 問阿財的問題 是說 OK 那 如果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其他工具 或是有現成的工具 可以做的話 為什麼你要自己再製造 一個新的工具 我覺得 這問題其實 在藝術圈裡面 是 就是 對 對 特別說 對我們五字工作者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你甚至是在問說 為什麼 為什麼藝術家 要自己 這麼強調手作 或者說要做 要自己 做這麼多東西 明明這些東西 可能 可以透過 呃 更多的金錢 把它買過來 或者是說 呃 甚至我們常聽到 就是藝術家做很土砲啊 為什麼 這個明明科技人 可以做 可以用很多高科技的東西 你只要花錢 就把它做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可是 呃 其實就是在這裡我覺得 這就是藝術跟 呃 非藝術 或是說藝術圈之外 藝術之外的這些科技 它所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 我們 比較藝術史一點 或者說藝術理論一點來講 其實 從媒體藝術之後 他把 他就不把 就是在藝術圈裡面 他已經不把 工具這件事情 是為理所當然 也就是 就像 我們大部分的消費者 其實 你只要家裡有剪刀 然後去買一塊布 有針線 就可以自己縫衣服 你為什麼不做呢 明明 這跟3D printer一樣啊 就是 大家現在 為什麼我剛剛說 3D printer 現在被轟抬起來 是一個神話 是因為 大家有剪刀有針線 大家也不會自己去縫衣服啊 這個 3D printer 縱使大家買了3D printer 大家還是覺得很累 而且可能 你自己設計的效果不好 所以 你還是會去購買 人家已經做好的東西 不管是馬克服還是什麼 所以 其實在消費層面上 它其實不會有 真的太大的影響力 它真正的影響力 其實就是在 製作端 生產端 特別是在 工程師 或者是像 藝術家 這一群人身上 也就是說 像 藝術家 或是這種手作工程師 或是像FamLab 這一群人 他們 所在意的 其實是 呃 怎麼樣去打開 已經被匡限起來的 那個系統的限制 或者說那種技術的限制 重新去發現說 這些 這些元素其實是在 是以不同的零件 或是不同的思考方式 被組織起來的嘛 那我有沒有可能 把它打開以後 再裝進新的東西 或是把它戳掉一些新的東西 來做 來製造一些 呃更奇怪的 對啊 來符合我的奇想 簡單這樣講 所以 呃 工具 跟 技術 或者說跟手作 每一件這種關係呢 其實是 就是說 對藝術家來講 這些東西更像是一種 為了創造 跟為了生產 而必須要找尋 的新的界面 所以 當你使用 已經繼承的工具的時候 其實 你所做的只能是應用 也就是 你只是在做工業化 大量生產 這樣子的事情而已 你所做的 不會是 我開發一個新的層級 然後去創造新的東西 至少在這個層面上 所以 我覺得 呃 我們這個年代的藝術家 他其實 更接近沒可能 就是 就是創 創客或是創造者 他 要打開的 其實是 技術層面上 已經被封鎖起來的 這個知識 然後去 找尋 新的 不同的新的知識 或是新的來源 然後來創造 新東西的方式 所以才會有3D Scanner 然後3D Printer 這一類的東西 然後 當這一類的東西 已經成形被系統化 然後製造出來的時候 剩下是消費者的問題 所以 藝術家其實就 不太在乎這件事情 所以 在這個時候 藝術家可能也會說 啊他們只是工具 但是我 重點是我跟這個東西的互動 對 我覺得這個問題 你問的一個非常重要問題 那 我只是做一點補充 謝謝你 所以你覺得3D Printer這個東西 如果在藝術家面前 他可能是一個 會被拆開 我是被故意被誤用的東西 這個應該是 故意被判到 我覺得其實 即使就算 我買了一台3D Printer 他還是很多地方要調整 然後 在調整中 都會有很多很多的例外 就是 呃 像 呃 之前在阿姆斯蘭 認識的人 他就教我們 教我們怎麼樣 使用他的例外 這樣 比如說你中間就 抽掉 什麼東西 或 他在動的時候 你就拍他哪裡 然後他就變得很 對 格子什麼之類的 放乖乖有什麼樣的效果 放乖乖會讓他比較怪 對 然後 就是 如何 一個 奇怪的使用工具 可以 可以開窗外的東西 不過我補充一下 其實 製作 呃 我會覺得製作工具的過程 其實 某個 其實我也不是真的把它當工具 我就把 而且我 老實說我在做 做這些作品 我並 不稱作為這件事情 我只是把它當作一件 有趣的事情 我想做的一個東西 來做 我不會說 欸我做出來的 這是我的作品 還是怎樣 那 那個過程 我面對他幫忙其實 我都是在做一個 我想要做的東西 包括機器也是 那 而且在這個過程其實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 他其實 過程就會有一個分子 即便我 雖然我 好像我只在做一台機器 但是 我在做這個東西的過程 就是我得到 也可能因為做這個過程 我想到了 其他 我 跟這個機器有關的應用 所產生 可能延伸出來 新的結果 好 這個是 呃 我在面對做機器這件事情 的 的一個 一個狀態 還有 然後 我們就是要分享 大家好 嗯 然後 我想請問那個 黎貝 對 不是 其實我很喜歡你的作品 我也喜歡你 顧予他的意義 還有你的解錄的方式 包括像 你現在有提到 新的計畫的那些副空間 因為我本身是 就是學女館設計的學生 然後其實 就是我們也常常到 由於在一些景觀的建築之間 都要去考慮很多空間的 事情 對 這些就是很三圍的一個 思考的方式 但是其實像我們 就是平常在做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必須要 手作很多的模型 去做一些case study 可是其實在手作模型上面 你會發現他有他的局限 就是其實他做了 當你要做在修整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麻煩 而且還就是手作也有一個困擾 當就是你沒有辦法做出 這麼像椅子 那樣很細緻 很知為莫及的事情 一方面是時間 你沒辦法克服 一方面你的手也很難 去做這麼細緻的東西 然後現在的話 像3D printer 就是我在前年 我們就已經注意到 對 然後可是下一話就是 我覺得 應該怎麼講 應該是可能 戲上比較封閉吧 他沒有 我們都沒有去跟那種 可能視覺藝術啊 還是就是 各種多媒體類 或者是 美術學系的 去做一些交流 所以其實我們的戲 就是 就瘋瘋逼逼的 就一個戲就是一個戲這樣 就自己做自己的這樣 然後就是 可是我覺得就是很可惜 應該要去做碰碰這個 就是3D的技術 因為我們也有在做一些3D建模 但是就是 你建模還是流於這個紙上而已 除非你酷炫一點 做點動畫 但是就是我還是覺得就是 像3D printer 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應該可以被拿來做一些結合啦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我很希望這個東西 可以被拓展 無論是從 從藝術創作跟我們一般人交流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然後另外一件事是 我想要 就很想請問你關於那個癱瘓工程 對 因為我非常喜歡那件作品 然後那個作品的話 那個應該不是 那件那個什麼 有一棟就是很像剛購的那一個建築物嘛 它應該不是被運算出來的 應該沒有像那個球體那樣是被運算 它就是直接CAD的圖進去 然後去刷印 那你的CAD的圖是 就是只有平面圖嗎 還是它其實是用CAD鍵3D 然後再進去刷印的 然後都可以做得到 只有平面也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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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拌了很多層 會有分很多層租 噢 是這個 它是一個最高的 然後 其實裡面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 有點像那個 熬 子 一個是有點像吊車的那個東西 就很多叉叉這樣子 對 那個是底面 就是直接Print旁邊 四面連起來還有一面的立體 對 然後就是它有很多防住構成的 對 然後但是像剛購建築的那個真的是3D 喔 那個就是3D 但是其實那個好像就還蠻簡單 用比如說Sketch-up就可以畫得出來 或者是你可以去Sketch-up download 然後改一點點就可以直接Print出來 對 好像還算簡單 所以它可以接收SK檔 可能要想辦法把它轉成STL STL 可以轉成STL 可以 可以 所以應該蠻easy的 謝謝 謝謝 其他的問題 不是要分享嗎 走過來 對 對 對 剛剛的博威老師提到那個概念 我覺得當代藝術家 我們都越來越想Hack我們Make那種 好像工業生產物 拿過來就開始要支揭它 或是拆它 我們會來使用 那正在過去的那個一些 理論當代管理的那個V2 其實也可以看到一些 大連技術家他們在使用 其實已經被認為是垃圾的一些工業 回收回來去做一個大型的作品 或是不同裝置 那 我想要問 剛才有個問題 我已經剛剛忘記問到 就是 老師剛才在提到說 幾個 就是區分 資訊 資訊 會疊成現成物的概念 你跟其他的區分 看來方針是說 過往的是一種幾個 它可以幾個 然後後來變數 變變算 可是就我的認知來說 這三個概念是應該是 是類伴在一起的 可是你在這裡的說法 你去確保 數學運算跟幾個 整個 那種 就是 幾個跟數學 演算的方法 區分開來 我比較在 在 育碟的無度來說 因為我也無法 把那個關係建立起來 謝謝 真的有點數學喔 沒有 其實 我剛剛這樣子去看 或許我們應該簡單的去看三件事情 一個叫做 幾何 一個叫計算 一個叫做運算 一個叫做運算 運算是computing 然後計算就是 我1加1等2這種計算 這種就是一般計算 然後幾何 呃 我們現在所理解的 或是說我們所學到的 呃 其實是已經是 呃 運算基礎上的 數學加幾何 呃 計算加幾何 也就是說 呃 其實我們在 國中吧 應該是在國中 學到的幾何 或是幾何證明 它其實跟計算 它本來是兩套完全不一樣的系統 思考方式 然後 它是後來才被整合起來的 然後 我們現在的這種 所謂的computing的 這種運算方式呢 其實 更是在 呃 呃 後來是被 脫補學 呃 或者說 非歐 非歐 非歐數學等等 所再重新把它 把前面兩種給整人過來 所以 呃 你要問的是數學 還是 它在藝術上面 可以 對 在你這個 呃 有關3D表演這個技術 是以至於 疑虛的領域 嗯 跟過往的調 所以就是 現在建築 或是 或是會註明說現在建築 可能比較偏向自己 然後 3D表演它可以 製造出一個 要華碩的 這一個 的訓練 然後去看電所 這兩個訓練 因為對我來說 數學幾何 可能就是大家 在目中的 教育 跟告知說 對 就是在你剛才說 你也是 數學幾何 它已經是 被區分 現在 建築 跟3D的 數 資訊 資訊 可以先進入 兩個區分 呃 我想我舉兩個 夥伴幾何 跟另外 跟拓虎學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學們 把它放在一起看 你就會發現說 到底 資訊對於空間結構的關係 產生多大的 呃 其實資訊運算 或是說 這種所謂的運算 這件事情對於 幾何 這件事情 產生多大的影響 呃 我們可以利用 資訊性的運算 運算 非三為四的 數學 對不對 非三為四的空間 但是 在 非三為四的空間 當它呈現在 我們的畫面當中的時候 它出現的那種形狀 並不是幾何學可以描述的 這 這個就是最大的差別 那 它 這些所謂的 非三為四的運算 其實在現在的 呃 建築當中 其實是被大量的使用在 對於表皮 對於 呃 就是對於建築設計 或是空間規劃的 呃使用上 對 那 它導致了 現代主義是 對於 方正 尤其是說我們 我們對於 呃 藝術圈對於 立方 白立方的想像 其實是非常現代主義式的嘛 那 當我們要 去超脫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使用 或是說超脫 呃去 找尋替代 替代這種所謂的 現代主義式的展示機制 現代主義式的時候 其實 建築在這一點上 或是說數學 透明運算 在這一點上 給了我們一些 可能性 或是說給了我們一些 現在想像 那這些想像呢 它 不一定是在 雕塑上發生 它也有可能在雕塑上發生 它也有可能是在 呃 生產方式上 它也有可能發生在 媒體藝術 等 趕快做作品 用這種方式做作品 沒有 我在 我覺得 我應該怎麼樣回答這個問題 應該是說 我回到現成物這個概念好了 我為什麼一直要去講說 呃 提現成物 然後要去提資訊這個概念 就在於 我們對於 藝術作品的想像 其實 非常的以物件這個東西 做為最終的保證基礎 不管是我們把 藝術家看成是 人際關係的最終的物件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創意 都封鎖在 藝術家的腦袋 然後認為說 藝術家所講的話 就是他的 也就是他的創作論述是不可挑釁的 也是藝術家的天才 這個是物件的 一個人際 在社會關係或人際關係的最終表現 在 藝術理論或是創作上 我們也把 藝術作品 視為是 不可被挑釁的 你只能被 不管是藝術 還是其他藝術家 或是其他觀眾 只能被動的接受 而不能加以破壞的 一個作品 也就是說 最終的物件 具有他的神聖心 可是 互動 其實就是希望去 一定的程度去 挑釁這樣子的一些 作品機制 讓觀眾 參與最終作品的呈現 而且他在 時間當中的呈現 其實是 每次都不一樣 對每個觀眾也都不一樣 OK 那在時間 時間上 就更清楚了 就是 如果說 一個行為 或者是說 像抽象表現 他其實 他的作品 並不是最終的完成 所以 不是在最終完成的時候 才是一個作品 而是包括他的動作 包括他的行為 都是他作品的一部分 所以 當我們看到最終的行為作品 紀錄的時候 他是那個 那個紀錄是一個作品嗎 不是的 其實 那個剛好 只是紀錄 而不是作品 作品是 已經發生過的那些行動 所以 不管是在社會層面上的 呃 藝術家 或是說人機關係層面上的藝術家 作品層面上 呃 或是說物件層面上的藝術作品 時間層面上的這些過程 至少對藝品 或是說理論 或是藝術史來講 在之前都被視為是 呃 最終以現成物的方式 加以保證的 不可被挑釁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好 對藝品來講 好像我在聽藝品講話 就是 對藝品來講 是不可挑釁的 藝術家的神聖心所保障的 一群東西 可是 在現在 呃 這些東西應該被打開 也就是說 藝術家的操作過程應該被打開 藝術作品 呃 它 不應該被視為是 最重的作品 它應該可以開始去打開說 到底這個藝術作品封鎖的 或是說 block 哪些不同的感知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不同的感知 拿來跟其他藝術作品加以比較 那這個比較呢 就會創造新的脈絡跟新的意義 但是這個新的意義 並不在原始 藝術家的 呃 思考脈絡當中 就像說當我們拿 呃 米開朗基羅 就像那個 博北施現在在展 當我們在米開朗基羅的名義下 拿了謝德欽的作品放進去的時候 對於之前的藝術史家 或是藝術家來講 會是覺得荒謬的 米開朗基羅的名下 跟謝德欽有什麼關係 但是當 側產人 把這一條軸線拉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問說 到底這一條軸線 創造了新的 什麼樣的 藝術 或是創作的 知識上的可能性 對 那 呃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透過這種感知方式的打開 我們才有可能進到下一步 就是 其實我覺得 藝術圈 可能還沒有意識到 沒有大幅度的意識到 資訊化這件事情 對於藝術圈的挑釁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是不是 呃 有 當我們看到外界都在談 big data的時候 或是在談data的時候 我們可能還沒有想過說 為什麼data這件事情 會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資訊 我們之前的傳統 我們之前的傳統 媒材是 木材 是雕塑 是塑膠 不是雕塑 是塑膠 是玻璃 有沒有想過說data是一種媒材 有沒有想過資訊是一種媒材 有沒有想過知識是一種媒材 如果有的話 其實 我們就 我們的藝術家 其實 是台灣在這件事情上 呃比較沒有意識到 說實話 呃 當我們把data看成是一個媒材的時候 呃 國庭 剛剛 國庭的作品 的解釋 就會完全不同於 最後的 看到他 最後的那個表象上的解釋 你就必須要問說 欸 你的data跟你的那個 資訊結構 或者說你的作品結構 是以什麼樣的知識 被整合在一起 到底你是怎麼樣引入 你的那個能源 data 什麼所有的來源 也就是說 能源這件事情 souls這件事情 成為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 不得不被詢問的那個對象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呃 我們不在 我們已經不再是把媒材 當成是媒材 也就是說媒材 對於每個藝術家 或是說每個創作者來講 他並不具有他的固有特質 之所以每個藝術家要嘗試著 用他的體感 用他的手 用他的各種方式去 touch 去摸摸這個媒材 就在於 這個對於藝術家來講 同樣一個媒材 對他 給他的資訊 資訊量 資訊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 我覺得 這一點是 呃 不管是 特別是在藝品 其實特別是在藝品上 是沒有被 意識到 沒有被重視到的 所以我們常會說 呃 木材就是這個樣子 木材真的只是這個樣子嗎 為什麼用同樣的木材 這麼多的雕塑藝術家 這麼多的雕塑膠 做出這麼多 有不同實感的東西 其實我們的藝品 如果把木材 只是當作特地的黑材 他就沒有辦法解釋這件事情 對 那 當然 這是 比較是理論側面上的討論 對 那 那 他們來要分享 看 看 分享一下還有次 嗯 謝謝 現在其實時間 今天差不多也差不多 好 就繼續做今天的參與 那也謝謝三位參與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